2021關懷盃16日正式開打 袁棒協不僅特別向今年8月併市的創會元老萬人民王光輝致敬 18日袁棒協理事長林志勝也代理現役及退役職棒球星 探訪了王光輝的雙親 也到萬老大的目的獻花致意 棒協理事長林志勝表示 會延續貫賊大學長王光輝的遺志 持續來關懷協助花東地區原住民棒球選手 和萬人民王光輝情同兄弟的原棒協幹部成員 前來訪視已故的王光輝的雙親 彼此相擁而泣 相互安慰鼓勵 一旁家人與媒體記者看了為之動容 也很不捨 那現在我們很期待就是說 爸爸媽媽的身體能夠健康 爸爸媽媽就把我們當作你的小孩 這樣看待 那你怎麼這麼說 那麼多事 那麼多事 為原棒協創會元老之一的萬人民王光輝 指導以外 然後我們也會找更多的贊助廠商 來幫助花東的小朋友 讓他們的球具啊 或者是所有的運動器材能夠越來越好 那我現在就是 把這些東西可以越做越完善 讓這個協會越茁莊 畢竟這是創始會員 他們所創辦的嘛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也可以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希望王光輝學長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努力 行程滿檔的王威成 即便19號將在台北參加 忠信兄弟球團安排的簽名會 但他仍排除萬難 參加父親王光輝的感恩活動 同時也借此機會陪陪阿公阿嬤 舒緩二老對他父親的思念 當然是很感謝大家趁了這個機會 然後來看爸爸 那我相信他也會很開心 因為他很喜歡人家 很多人來看他嘛 以前就是這樣子 我相信他一定也很開心說 也很感謝大家都來看他這樣子 我自己也非常感謝大家趁著這個機會 然後一起來看他 有跟他們說不要再這麼難過了 對 因為阿嬤看到我 我們見面就先抱了一下 然後阿嬤還是有哭 對 那我也跟阿嬤講說 嗯 不要這麼難 不要再這麼難過 關懷杯進入第28屆 原棒協今年特別安排了 王光輝的感恩系列活動 在德新棒球場門口舉辦光輝歲月展 原棒協會理事長林志勝表示 未來將貫徹大學長王光輝的一致 持續關懷